好 美國現在是把中國大陸當成最大的假想敵 最近來看到真的是需要外部敵人 要凝聚共識嗎 來看到路透社的民意調查發現 拜登在進行國情諮詢前 他支持率只有41%而已 全美民意調查還說 65%的民眾認為美國目前走向錯誤的道路 55%民眾認為反對提高債務的上限 還有來看到 華盛頓郵報還說62%的民眾認為 拜登任內表現不怎麼樣 或一事無成 那最新他在國情諮詢上演講 多次提到中國大陸 說美國尋求對華競爭而不是衝突 如果受到所謂的威脅 美國將會採取行動保護我們的國家 然後贏得跟中國大陸的競爭 應該讓我們所有人團結起來 你看 拿中國大陸當成團結的一個理由 好 對此來看到 中國大陸的外交部 他也有一些最新說法 毛寧說中美的關係不是你輸我贏吧 也不是你心我衰的零和博弈 中美應該取得成功 不是彼此的機遇而不是挑戰 他強調說 廣闊的地球融得下中美各自發展 另外拜登在他的國情諮詢當中 他說過去兩年民主國家更加強大 而不是更弱 他甚至說專制政權更弱了 而不是更強 然後講到一半的時候 拜登突然脫稿而出 非常激動說沒有世界領袖 想跟習近平主席交換位子 更不要說讀美國會輸 蔡偉兒你看這個拜登看起來很康慨 你不要以為聽到掌聲很多人跟他鼓掌 絕大多一半以上沒有鼓掌 這是共和黨的議員 還跟他好喝倒彩 對 還有倒彩的 對 我對拜登這一篇的國情之文 非常非常的失望 為什麼 非常非常瞧不起 請問他發表這個國情之文 有沒有任何一個重要的文字 對土耳其牆內地震 表達任何意識 土耳其是什麼 是你的北約盟友 是啊 你的北約盟友遭受這麼大的 重大的災難 你怎麼一點意思表示都沒有啊 對 還是在政治 還談談什麼 談俄羅斯 談中國 如果衛免會你的撰稿人 你的腦筋到底漲到哪裡去啊 如果說今天是你在講的時候 他發生地震 所以你來不及我也就算了 幾天啊 你還在中國氣球 中國氣球有土耳其 你的盟友的地震災害那麼嚴重嗎 災害之前沒有政治 到底你拜登懂不懂啊 對 你有沒有說我要怎麼去援助土耳其 是 沒有啊 你只想我要怎麼打俄羅斯 怎麼幫烏克蘭啊 第二個 我很失望的一點就是 這一次土耳其發生強震的地區 是什麼地區啊 安納托利亞高原 靠近敘利亞那個地區 都是庫德族人住的地方 庫德族人曾經幫你美國人去打IS 為你犧牲流血 不要說他土耳其是你盟友 敘利亞不是你盟友 光庫德族人 就應該當作你的好朋友來看待 但是川普就已經背棄人家一次了 對 好吧 你現在是美國總統川普不是嘛 簡單講是這樣子嘛 對啦 是啦 你有沒有對庫德族人表達提一下 我為庫德族人遭受到的天災 我感到哀傷 我們願意全力幫他忙 因為不管是敘利亞那一塊 或者這個土耳其那一塊 通通是庫德族人居住的地區 人家庫德族人以前怎麼幫你美國人 沒錯 你現在一個字都不說 你說我看不及他有什麼不對 太過度了 一個國家這個領袖 有沒有這個領袖的這個高度跟格局 這很重要 人家普亭二話不說 馬上派兵給支援 不要忘記 普亭是跟那些庫德族人以前是對幹的 對 現在放下了 我派人 對 當然是這樣子 那個在敘利亞那一塊 是反敘利亞政府的 俄羅斯支持敘利亞政府 那些反敘利亞政府大部分都是庫德族的人 那可是人家普亭放下了 以前我俄羅斯軍隊多少人被你修理了 我不當一回事 我要援助你 你拜登怎麼連提都不提 還在提氣球 要保衛你的主權 你頭也空伏你 他就壞掉了 對不對 對 所以其他人講他 你講內政我沒有話講 你講外交琢磨在 習近平那個位置也沒有人想跟你換 你有沒有搞醜 多少人想要去見習近平 誰去見 那個澳洲的愛班尼斯 紐西蘭的總理 義大利的總理 都排隊想要去見習近平 誰敢說我還是跟習近平交換位置 沒有那個屁股 不要坐那個位置好不好 對啊 而且習近平主席的這個民調 比你拜登可能好非常多 另外再來看到 大家都希望說 政治人物應該有他的領導的高度 跟他的視野 也希望讓人民過上好日子 我們一起來看看 最近台灣引發議題的是 金門縣的議會發表 永久非軍事區的宣言 好這有很大的關鍵意義 二月六號的時候 金門縣議會成立跨黨派的問政聯盟 還有五黨籍聯盟的政團 在縣長陳福海的見證之下 發表了永久非軍事區的四大宣言 第一個倡議金門成為永久非軍事區 主張兩岸和平發展 遠離無情之戰爭 確保鄉親生命財產安全 第二個推動驚嚇跨海大橋早日興建 第三個鼓勵鄉親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第四個創造金門國際化的願景條件 大陸這邊國台辦發言朱鳳蓮說 鄉親的呼聲我們聽到了 我們聽聽看中國大陸國台辦是怎麼說的 那金門有關方面發表宣言倡議 那正是這種民意的具體體現 我們高度重視積極支持金門經濟社會發展 不斷地採取切實措施 增進同胞的利益福祉 2018年已經推動實現了向金門供水 那金門通電通氣通橋等前期的技術準備 現在也已經基本完成 對金門鄉親有關金門建設發展 以及與夏金合作的呼聲 我們已經聽到了 將盡可能的提供協助 我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匯聚力量排除干擾 讓兩岸交流合作的路越走越寬 讓兩岸同胞的日子越過越好 讓兩岸同胞日子過得越來越好 蔡委員你怎麼看 另外還有其實還有一個話題 蔡英文最近說要跟大陸開展對話 對此有何評論 大陸國台辦說 這番話大家信嗎 我不信 我不曉得國台辦信不信 我也不信 蔡英文講要對話 你民進黨很多的 包括民進黨中央黨部 正式在臉書上發文 怎麼修理國民黨副主席 夏立元到大陸訪問的事 你不是對話嗎 你民進黨當局不對話 那我國民黨是在野黨 我先去對話一下 有什麼不對 難道只有你對話才能對話 我對話就是賣台嗎 全世界多少領導人 想跟習近平對話 不管是跟習近平對話 要跟誰對話 有對話總是比沒有對話好 那今天金門說要宣布成為永久的軍事 非軍事區 我百分之百贊成 我們台灣島上所有人 都欠金門的鄉親們 很大的一筆人情 對 金門鄉親 用多少年的時光 很多人男男女女 就是當所謂的金馬自衛隊 然後他們把他們那麼漂亮的海灘 各位可能不曉得 金門的海灘是相當的漂亮 結果埋了一大堆地雷 像現在金門人不敢去接近海灘 金門的犧牲了很多很多的建設 現在金門以前在看廈門的時候 好像是發達國家 在看非發達國家 現在金門在看廈門 好像方會的鄉村 在看一個繁榮的都市 OK 我們欠人家 我們台灣島上的每一個人 都欠金門的鄉親們 一份很大很大的人情 在那個早期的武器的時代裡面 沒有金門在那邊犧牲奉獻 兩岸的對峙 但是台灣不可能這樣的安和熱力 還能夠搞什麼台積電科學員區 你也差不多了對不對 所以金門有這樣的意願 台灣要高度尊重 但台灣也要引以為戒 我們真的要買那個美國 放在倉庫30年賣不掉的 火山布雷戰車嗎 變布雷島 如果真的那麼好的話 我們台灣應該把它買下來 然後馬上送到烏克蘭 請哲蘭司機你笑納 這真的非常好可以保護烏克蘭 問題在哪裡 那騙人的東西嘛 對不對 如果真的那麼好的話 美國早就送給烏克蘭了嘛 對啊 都沒有送這個 對 還用解釋嗎 台灣的軍方那些人 就配合美國那些軍火商 就為了年底出清存貨 然後美化財報 就趕快把這些庫存了 30幾年的武器賣賣給你 所以我對於金門這一件事情 我們不但要尊重 也要表達感謝 然後更重要也要稍微學習一點 不要整天想要帶著全體人民 一起上去打仗 才能夠表示英勇 才能當黑熊 我跟你講 整個當黑熊標本 對啊 真的是兩岸 不要輕言戰火 尤其來看到針對於金門 要成立所謂的 永久非軍事專區 民進黨前主席施命德也說 金門先議員提出 這個永久非軍事區 過去我也為此努力了幾十年 應該要建立是金馬和平特區 這個倡議 其實他也是非常的贊同的 還說此舉可以拔掉兩岸的影系 另外也可以說 大家天天講寶台 這才是寶台最具體的方針 其實金門距離廈門真的好近 四周環海淡水有限 譬如說福建之前也像 金門工水工程通水的現場 其實都舉行了 像金門工水了2532萬噸 然後累計工水1641天 就是這一段期間 18年到2023的1月31號 然後再來看到 現在美國的 台灣美國商會最新的調查也說 其實他們認為說 台灣政府應該優先的事項 第一名就是兩岸關係你要搞好吧 55% 美商這些美商在台灣是局外人 他看得很清楚 第一個兩岸關係 不管怎麼吵吵鬧鬧 和平穩定是最重要 尤其穩定優先你其他一切 穩定壓倒一切 什麼叫穩定 就雙方不動手 那如何達成這樣一個 和平穩定的局面 是所有的執政當局 跟所有的從政人士 要放在心上的 不要以為我買了火山布雷戰車 我就安全了 也不要以為我買了那些 亂七八糟的什麼雨叉飛彈有用 也不要以為我中科院 我迎風飛彈吹牛 會打到北京 我的什麼天宮 這個可以打到幾公里 我跟你講 在面對一個 18兆美元的軍事強國 這些都一點用處都沒有 會比烏克蘭更慘更糟 這一點大家不要用情緒形態 只要一思考就會知道 是什麼後果 那所以沒有別人路可走 兩方面要把政治問題 很坦白攤出來討論 那攤出來討論 無論如何 不管怎麼樣的兩岸意見不同 要和平穩定 是對台灣最大的保障 B站是對台灣最大的保障 那美國商會調查 就是55%要什麼 兩岸關係要穩定 它兩岸關係重要不是說 哎呀台灣要投降大陸 大陸要吃掉台灣 就是你不管如何 你政治人物存在的價值 就維持兩岸的和平跟穩定 如果你要搞什麼 務實台獨 我跟你講 只要有台獨兩個字 就不務實 台獨就沒有務實可言 因為台獨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目標 也不可能什麼和平保台 也不可能和平 你要保台也不要想要 要這個什麼搞台獨 那是絕不可能 很多民進黨人在笑想說什麼 和平台獨 門都沒有 沒錯 因為這是一個很複雜的 一個政治問題 你要回顧去想 為什麼今天這樣的結果 那你要用這種盲撞的方式 美國商會是第三者 而且我跟各位講 美國商會是什麼單位 以前美國商會 還是重商雲集的商會 現在美國商會裡面 很多都是賣軍火的 所以既然是賣軍火 他會看不懂這什麼意思嗎 然後兩岸關係越不好 他賣得越好 可是他還是有點良心 做了調查發現說 兩岸關係穩定 除了我軍火商賣照賣以外 我其他行業還是要做 那美國人都會這麼想 那請問一下 美國政治的路 不是只是在弄一弄你台灣 把你當火燒一燒 燒一燒他就跑了嗎 台灣當時會想不到這一點事情嗎 所以這個不是疑美論 你這個賴清德 不要以為在懷疑美國 我當然懷疑美國嘛 為什麼不能懷疑呢 你把台積電逼得去美國 我不懷疑你 為什麼是懷疑呢 你逼著我們吃萊豬 我不懷疑嗎 你說要給我們雙邊 自由貿易協定 到現在哪個影子都沒有 連那個印太經濟架構 也沒有台灣的份 然後弄一個 二十世紀什麼倡議 你騙誰啊 怎麼說 這個說我們簽個結婚 這個契約好不好 他說不要不要 我們簽個訂婚契約好不好 不要不要 這樣好了 我們寫個愛情宣言就好 你就騙什麼 對 所以我是覺得台灣不能夠 讓美國政客玩弄於手掌之心 美國老百姓 大部分都是很善良的 但是也就是因為善良 對國外事物不了解 很容易被政客煽動 就像那個氣球事件是一樣 對 那美國的政客基本上是很邪惡的 他為了要競選連任得到選票 會無所不用其極 明明知道波音的 藏在倉庫裡面的飛機 是沒有人要的 不安全的 也逼你台灣要買88架 請問你 他有什麼好意啊 他沒什麼好心的 所以我懷疑美國的動機 不是整個美國不好 是美國的政客很多 真的是很糟糕 而且那些政客的數值 比台灣的立法委員 數值更差 對 戴經德說什麼 不要什麼疑美論 但是美國跟台灣有些利益 真的也許不太一樣 不能夠懷疑嗎 另外再來看到 連戰有發表回憶錄說 自貧無愧 國家民族 祈願天佑中華民國 深愛的家園台灣 還說希望兩岸能夠走上和平之路 共同合作 發展繁榮 子孫永遠不要受到戰火波及 講的也是很有格局 夏立爺呢 國民黨的副主席 要會宋濤 然後也要跟台商來座談 而且來看到 也會跟中國大陸國台辦主任 送他會晤之外呢 北京台商也說 可能會集中反應上 ECFA後續擴大兩岸的直航點 貨物通關 快速恢復等等的問題 連戰他一輩子從政 說順利是順利 說不順利是不順利 到最後關頭兩顆子彈 讓他沒有辦法擔任 中華民國總統 這是他個人政治上的挫折 但是也很明顯的 也是台灣的不幸 因為有他當總統的話 台灣的路會走得非常的順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所知道 我也曾經公開講過 他當時去跟胡錦濤談的時候 曾經跟胡錦濤提議 你不妨讓我們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形成一個邦聯關係 請問你誰敢去跟胡錦濤談 講說要形成邦聯關係 他第一個 而且直接了當說 不要搞什麼聯邦 聯邦就有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那邦聯的話 我們可以有些貨幣同盟 經濟同盟對不對 安全同盟都可以 但是我們平起平坐 互相尊重 那就是一個中國框架底下的邦聯 國家誰說不能主邦聯 可以啊 那至於說 好不好 我還是中華民國 你還是中華民共和國 但是我們互相之間怎麼稱呼 我們再來喬嘛 你可以叫北京 我可以叫台北 無所謂嘛對不對 大家平起平坐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2005 請問你後來台灣哪個政治人物 沒有人在講這個 敢提這個啊 對不對 搞台獨講說 什麼中華民國 叫台灣共和國 如果行得通你試試看吧 他敢嗎 你也不敢啊 你多少 包括賴清德曾經去大陸訪問過 你敢講說 我要建立台灣共和國嗎 你也沒有 你只是說 哎呀 台灣很多人主張台獨啊 這個名利啊 短期類啊 什麼什麼 你只是講這樣子而已啊 那陳菊呢 謝長廷還跑到大陸上去記足 不是嗎 所以你們現在在否認你是中國人 那也就算了 可是兩岸問題要不要解決 你要至少連戰曾經嘗試親自跟胡錦濤 那胡錦濤怎麼說呢 他說我們研究看看 他也沒有拒絕 他也不敢答應 對不對 因為叫知識體大嘛 至少連戰敢開這個頭 開這個口 就在歷史上寫下不可磨眉的一頁 對的確 愛台灣就是讓人民過上好日子 那你嘴巴只會想愛台灣 但是真的是愛台灣還是害台灣呢